十三號選手 請上臺 加油我的日常唱 沒人比太優秀 為我吵了一箱 好了好了 彈重視了 各位評審老師 各位參賽同學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推銷 有一則感恩的司機 阿富爲手 有一名成績優秀的青年 申請一個大公司的經理職位 通過第一級偵視後 董事長要做最後的面試和決定 董事長從青年的履歷表發現 他從中學到研究所 成績一直都很優秀 你在學校裡都拿獎學金嗎 沒有 是你的父親為你付學費嗎 不 我的父親在我一歲時就去世了 是我的母親給我付的學費 那你的母親在哪家公司高就 我的母親是給人家洗衣服的 請你把手伸給我看看 青年把一雙潔白的手伸給董事長 你幫你母親洗過衣服嗎 從來沒有 我媽總是要我多讀書 再說母親洗衣服比我快得多呢 我有個要求 你今天回家給你母親洗一次雙手 明天上午你再來見我 青年回到家後 開心的要給母親洗手 母親受寵若驚 把手伸給孩子 青年洗著洗著 不禁淚眼婆娑 她第一次發現 母親的雙手長慢了老姐 有個傷口在碰到水時 還痛的發抖 青年第一次體會到 母親就是用這雙充滿傷口的雙手 洗衣服為她付學費 母親的雙手就是她讀到研究所 畢業的代價 她給母親洗完手後 一生不想的把母親剩下的衣服 全都洗了 那晚青年和母親聊了很久 隔天早上 青年去見董事長 董事長望著青年紅中的雙眼 可以告訴我 你昨天回家做了些什麼嗎 我給媽媽洗完手後 我幫母親把剩下的衣服都洗了 請你告訴我你的感受 這過程讓我懂得了感恩 沒有母親 我不可能有今天 也讓我懂得要和母親一起勞動 才能知道母親的辛苦 更讓我體會到家庭 親情的可貴 我就是要錄取一個會感恩 會體會別人辛苦 不是只會賺錢的經理人 你被錄取了 這世紀告訴我們 不要把有書讀 有電視看 有的學情 學話是為理所當然 要知道韓宗孫 歷歷皆辛苦呀 我們要實時設身處境 當父母親摸黑下海 捕捉魚苗 當阿公阿嬤頂著大太陽 上山工作時 我們也要學著在艷陽天 拔拔田裡的草 吃完飯後洗洗全家人的碗筷 像這位青年一樣 懂得感恩 阿嬤超雷香酒 13號參賽者下台一鞠躬 時間4分11秒 不同的 反應 明顯 這是 非常 非常 感谢观看